第一期詢問 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 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那麼今天這個 受到美國股市這個影響 美国股市的下跌是沙尾盘市 因为公布了CPI以后 又引来了通货膨胀的余力 升息之外 殖利率还是高涨 那么另外这个所谓的美元指数 也是大力的反弹 这个行情就变成说 今天刚好是反弹以来的第五天 年事红之后今天第五天 当然会遇到根据惠波兰系数 本来就会比较遇到大的麻烦 但是今天说起来还算不错 为什么至少它站在季限之上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开的是这个叫做3D盘 你看开这个3D盘 3.d盘这个就是弱势盘了 弱势盘就是它要拉到盘上都很难 你不要随便去追股票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 K线图来看 至少已经还是最差的时候 是16726 刚好守住了季限16728 对不对 守住了 成交量应该不会萎缩了 但是好处就是 外资联系买了两天 因为本来这里就是欠一个外资来参与 结果你看它修正了以后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经过这么折磨以后 这个底部已经是16200 16202这个底部已经是确立的 但是个股娴殊得太大了 让这个有的看起来就触目惊心 有的看起来是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变成悬股的高难度提高 你昨天看 昨天涨停板的 未必今天会涨停板 我看8996 你看它昨天涨停板 今天跌停板 然后这个很好玩 就是外资昨天大买 3000多张 为什么会跌停板 不知道 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它就是跌停板 所以这个会引来所谓的 子股的信心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大家最喜欢的 就是所谓的AI概念股268 今天AI概念股里面真正好的 就是所谓的后来机上的联花科 跟台积电 其他很惨 尤其是所谓的事物器 光宝 广达 技嘉 双红 华硕 全部挂 包括四星都有一点挂 所以这个行情会让人家 心里很难过 因为上个礼拜以来 很多对AI记忽厚望的人 在现阶段来讲 真的今天会尝到的苦果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的节目中跟你讲 这个盘上去 不能只有靠AI 靠AI这个盘会挂掉 拉不上去 因为在6月7也可以靠AI 一手称天 可是在这个第三季 第四季 从10月开始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曾经太热了 套劳太多人了 那么很多人套劳在AI 他喜欢看AI的节目 老师你说AI我最爱看 你没有讲AI我就不想看 是啊 这是大众心理 因为怎么样 同温层 那些老师都套劳在AI的人 他一直讲AI 因为从底下再把它叫上来 这到底真好 其实你又再度的受伤了 而且这个事的受伤会引发未来的麻烦 因为他这边不应该 不应该是这个走势 你上来以后 这里你看 从我讲的222块上来以后 十几天竟然两天就把它全部打光了 这个是杀伤力很大 可见得有法人在偷跑 我这一天就跟你讲说有人法在偷跑了 那昨天反弹就是一个卖点 昨天反弹就是一个卖点 我有新加入的会员 他有什么有技嘉 我就叫他卖掉 我显得股票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比较GU的 比较耐 他不是说很天天涨停板那种 我不是 我的股票不是这样的 而是经历的风霜已打 然后越来越勇敢的那一种 智邦 对不对 我四五四买到现在 我说拉回 突破后拉回这个拉回系长 你看2345 2345 来 换买一下 是不是系长 对不对 这个昨天讲的 今天怎么回事 老师今天到 刚好到五六千右键买一点 智邦 我从这 我这一档股票不是从现在才讲 我以前就做过好几次了 你们假如长期看我的节目的人都知道 另外就是齐鸿 齐鸿我出一半 这三二三零一七 他也不会太差 因为这一天不应该这样子的走势 这个走势叫做乌云造顶 这个一出现 他算是好的了 我前几天回头去看去年1月19号 我买进的是90块2毛的齐鸿 那时候到6月的时候指数跌6000点 我齐鸿还虽然涨到125块 可是我赚了100多% 我叫做核心之谷来回操作 这一次也一样 我在这边有卖 五波段的下跌以后 很多人在这边怕 这要死啊 要死啊 我说这个还会反弹上去 因为我了解他 可是到35以上 你就会遇到压力 这个是很正常的 遇到很正常 我想昨天大家一定说很乐观的 看这个行情 昨天去西岗看好 是看好没有错 可是未来很难讲 未来真的很难讲 但是我还是看好 因为以我的经验 17500点会过 这是美国第一次纪表现 一般来讲都有 5%到10%的涨幅会存在 假如10%就是1600点 也就是说1500点 应该是困难的 也就是告诉你什么 这个会过 这个会过 因为他足了这么久的底 会来供这个地方他会过 但是就是结构上有问题 要涨什么股票 要涨什么股票 以后莲花哥来讲 我很早就叫 跟他叫7了 莲花哥 2454 他20块了 今天又涨大涨 你看 赚20块的股票 20块的股票 难道他这真的不如3661吗 他赚18块 可是是他的三倍 他就涨不动了 我也没跟你讲 他涨不动了 对不对 再来就是5274 古王 你们也不能去抢 他是2870块 今天还有一档 那个是很妙 叫做大力光 3008 今天会吓得一跳 这种的 他举办了华收会 华收会释出来的是一个利空消息 说他是42个月以来最烂的 结果他不跌 台低走高 那这个股票真的是 让人家很难琢磨 说你多厉害 你会想到这个吗 你今天去砍 砍在2050的人 一定很多 2100以下的 那比如说我们再几个例子 滑通 我48块买的 经过13天的监牢 他终于昨天看了一个 红黑线应该是从此一路而上 竟然没有2313 那盘中最低还跌2块钱 现在是跌1块钱 盘中最低跌2块钱 这个不是奇怪了吗 这表示 这一波涨势 也没有多少 为什么要休息这么久 法人都没有跑 就是MACD还没到 他到了以后他自然就会涨 就技术指标还没有到 这是我给你的参考 那文业我有调节过 3036 他也不会跌 他今天跌破五日线 跌破五日线就是要调节 先调节 天调节一半再讲 对不对 另外一支股票我昨天也有讲 就是COVID 就是台积电的大 也算是台积电 这个生成式的AI 是台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金盐店 我79块买进的 2449 指数跌他不跌 为什么 他今天拉回的时候 拉回到这个五日线 又是一个买点 拉回到五日线 又是一个买点 你知道吗 五日线又是一个买点 我今天就带领会员下去 本来有的就有 没有的再加码上去 80块以下 我就全部收 因为我跟你讲过 你现在不能只有看AI AI已经轮到所谓的补兆股 包括联花科跟台积电去了 所以在做法上 一定要改变你的思维 我有改变思维 我有改变方法在现阶段 因为今年的股票 在现阶段的操作 一定要改变你以前的想法 不然的话很难赚到钱 真的很难赚到钱 尤其今天这个盘要怎么买 来 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来 马上打拨照一下 这个 金盐店在80元附近买进 这是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 那我们今天很简单 我第一号发抗讯的时候 是这样子 这个CPI 今天开低回撤季线支撑 显股不显示 个股表现 红低不急强势主流股 有没有回到季线 有 对不对 而且你开盘的时候 你在8点多你就知道 我知道会回到季线 你根本不用怕 那个股就是强势股嘛 强势股拉回找买点嘛 就这样子 很简单 至少我没有赔 这叫做金盐店 对不对 79块买的 今天又上去了 今天再上去 对不对 今天上去 今天下来的时候来买 下来的时候来买 你看下来的时候来买 哇 这刚好 马上吧 对不对 这就是买股票的方法 连行这个也吃不输贵 这起这么多 拉回整理还要再整理 他业绩是好的不得了 3014 这也没理由说不起了 但是他就是不涨 要等 等时间 他的业绩是好的不得了 他的业绩是好的不得了 你看他的成长性很高 成长性相当高 对不对 成平店就不讲 他成长性相当高 这个是拉回可以注意的股票 那另外台积电相关的 我们看台积电的相关是什么 台积电的 比如说台积电有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设备 设备 设备的话 台积电的设备股就是 这一些比较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 这些 汉唐加登 这个比较有机会 这个是台积电大的一门 所以创意也不会太差 你看汉唐加登 汉唐我们看一下 2404 还不错啦 238 对不对 你看我昨天 228买进的汉唐 汉唐 这总统会员买进的 228 这个汉唐 这个加登 加登 加登的话 加登是 依我们AI金融 然后339买进 在昨天 昨天 搭回374块 又是一个买点 带五日线 来 3686 来 是不是又上去了 那你看8227 这个今天大洗盘 这个叫做既有 这个也是台积电大联盟 里面的一档股票 这里没有泪出来 所以你看台积电 引花的这一些商机 可见得在今年的第四季 已经开始发酵了 包括网通的 网通我刚才所讲的 字帮 还有网通里面 比较有机会的 像企机 我说这个是要上来了 6285 这要去 今天第二次 这慢慢上来 这些股票 都是网通的股票 但是有些股票你不要追 像波罗威100块 你又不要追 华欣光这个 华人虽然回头来买 你不要追 有些股票 上前就比较好 3363 但是你今天你去追 今天创新高不能追 要拉回 要拉回 再来买 还有3450 这个也都不能追 所以今天告诉你什么 有些股票是不能追 你乱买的话 今天就会套牢到 套牢到你会很难过 因为指数在涨 你的股票在跌 这个会堆心肝 你知道吗 正应会堆心肝 像我喜欢的翼龙 翼龙我们这个AI镜头脑 较劲在80块较劲 2201 较劲以后 它今天就涨2201 其实这一档股票 我都长期在看 你今天也不能抢 对不对 今天它几乎快要创新高 像这种忽然之间创新高的人 就很多人去抢 很多人抢它就不会涨 没有人抢它就比较会涨 你看翼龙 这个AI镜头脑里面较劲的股票 这个AI镜头脑 80块较劲的股票 这一档也是我常常在看的股票 我们上一次有跑86块多 79块多买86块多卖掉 所以说这个现阶段 有两千多档股票 你想想看 这里1122 1124档股票 这里是900多档股票 加起来是2200多档股票 你要找股票真的是很难 而且比如说 今天我找到高利好高兴 昨天涨停班今天跌停班 你怎么办 难做 难做没关系 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AI了 AI今天的砂盘 砂盘到今天也差不多了 顶多下个礼拜再跌个一天 也就会反弹 可是反弹 我建议你还是做 同高出脱的动作 不要再迷惘了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讲AI 它从底下再加码 再加码上去 它上面已经套牢了 那同温层 你们都老师一天在说 AI套牢了怎么办 你认为它很有办法 又恶度地受伤 亲爱的投资朋友 黄世民告诉你 AI占我的资金里面不到一成 知道吗 所以你想想看 它不行我也是酸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说这里的肋骨轮动的情况之下 并不是只有AI的行情而已 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改变一下 然后我又启动了 所谓AI金头脑 劫测系统 这是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区 为什么 今天的这个盘眼花缭乱 什么原因 就是每一档股票的时空位阶不同 大盘的趋势 由空转多了 但量价也来了 应该筹码 外资也加入了买盘的行列 但是今天是有杀出来 那消息面慢慢的 本来对行情就是有注意的 有帮助的 但是忽然之间又来一个CPI的公布 CPI的公布 人家很多人说是利多出境 应该是利空才对 怎么会利多出境呢 为什么又引来通货膨胀的大涨 本来引来通货膨胀 我就感觉说 石油价格的上涨一定有 你现在出去外面吃饭 你就知道 哇 夭壮这东西都在买盘 以前我吃个排骨饭 90块就有现在100多块 吃个鸡腿饭以前也100块 现在都120块 这至少涨两成 所以现在说老实话 通货膨胀这个怪兽要扑面 还是要靠自然的扑面 要用人为的扑面一直升息 也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不是最好的办法 那就因为国际上引起战争 最主要通货膨胀从哪里来 从乌俄战争 最大的恶元就在那边 所以这个要消灭这个 其实就是在美国手上可以消灭 但是他们舍此琢磨 一直升息 一直升息 升息 升到最后 他的经济就要硬着陆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而已 这个风险是存在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明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明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因为现在每一个股票的时空位阶不同 所以会让你眼花燎亮不知如何是好 明明那张好股票忽然之间跌停板 那你就要借助公益散极式 必先利其器的AI晶头脑 它真的是可以帮我找很多的标股 万论 102块买的万论 它目前现在来讲万论6187 对不对 还OK啊 大盘跌它也不跌 对不对 这是我在常常拿出给大家看的 这一档股票叫做既有 8227 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台积电的大联盟 包括我刚才讲的加登 包括我刚才叫做汉航 系统也是一样 10月12号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8月1号较近20块4 到现在2363 也没有10 这个就是很准就对了 定盈也一样 定盈我是自己有跑 定盈3715 现在在嘎空 我建议你不要去买 因为这个嘎空随时会结束了 那创意也一样 创意10月2号1415买的3443 也还不错 还OK 那盐刚他叫出 2417 他叫出 他要叫出就创意了你 对不对 他在37块叫出的 你看信心 现在还很多人还在讲 这也创意了 这还买买贪 6451 对吧 这还买买贪 最完蛋比较177 有没有看到 177 看到了吗 177叫出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软体 那像今天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像前顶 他今天前顶较劲 前顶 前顶代号是这个4908 这收到 这就收到 他今天较劲 昨天已经开始 今天又较劲 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说联华科 我刚才拿联华科给你看 联华科他老早就较劲 联华科2454 一样创新高 对不对 这就是好的东西 就跟大家来分享 原因就在这里 像金元一店 金元店这个好了 他老早就较劲 78块五毛较劲 所以我今天敢再 带会员再稍微加一点 原因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前高际 高际这也是较劲的股票 高际 高际这一档股票在 9月28号较劲到现在 都还没有卖出的信号 那他预估 他的压力在明天会出现 113块 下个礼拜一会出现 现在你就不要去做 最高的动作 上前 上前开高又走低 他本来估计会到98 现在目前来看 89就遇到的压力 所以这个就 这个还有行情 这个还有行情 所以股票它变化很大 你一定要有借用 好的这个工具 补助你AI金头脑 决策系统 地表最强的力气 快很准 我每天都会公布一些 所谓的AI金头脑 里面的强势股 记得把小老鼠 YES168把它刷进去 加入我的好友 你就会长线吊大鱼 短线获利网 有这套 你就不怕它大半 怎么变化 也可以做空 也可以做多 做空也可以 这里也可以做空 做空你把它抓到 弱势股 你把它扛下去 要做多 你就把它做多下去 反正就是长线吊大鱼 短线获利网 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换开心情 下个礼拜一再来打拼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